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孔德爾之話》這兩個是誰緣? 副修正常叫緣 這個緣好像很我們說話 就是可說話 什麼叫緣呢?有對象 一個東西譬如說我要喝茶 茶在茶杯裡 我要拿手去端這個茶杯 把茶杯裡頭茶葉沖浸水 這個茶打開蓋子水裡以後 就每一個動作每一個風子 它有它的訴說道理過程在內 有它動作的範圍在內 這些緣因總而也是 所以一個緣說就是代表叫緣 緣就是連鎖的關係要這個到哪個到哪 所以總統就要懂了 所以緣也很難緣了 緣個緣 緣怎麼緣呢? 緣成外緣 緣所為緣 緣要是那個緣 跟我,每個人要跟我的量,每個大家都要跟我。 譬如我們大家都在一起一堂,每個人要跟我。 中國人十三億人口,每個人要跟我。 所以人家跟我那台政治解說,我從無數來反對, 什麼自由民主規劃? 民主嘛,民就是人民嘛,每個人。 我是人民,我又跟我,你又跟我, 我們一百人坐在一起,我一百人跟我。 民主你出來就坐,還有我出來就坐。 那也真的民主啊。 所以我們一百人都共同投票你的, 你記得投了,等一下你那跟我也不同意了。 那也真的民主,那是別人的理念。 我說,你們真實啊。 說了一輩子,總之沒有住過官,沒有帶過兵,沒有住過領受的。 屁都不懂。 因為我都幹過的,就吹吊了。 我說,沒有什麼民主。 都是我界,我冷的一界。 講得很好聽。 當然我要散財多采。 多采更是我的作用。 那九層那來就這麼好呢? 現在不太清楚。 就順便講回來。 所以這個我是什麼呢? 所以這個我是非量的我。 我們萬萬要跟我們生命。 即使跟我沒有我,都是自己弄錯了。 你說沒有我,地圖要跟我。 其實這兩句話這樣才是的。 這個女人就懂了啊。 剛才引用她兩句話。 那帶子的,有福的,通勤榮的。 懂了啊? 誰呢? 子母自己人管的生命要跟我。 所以我們要教孩子的時候。 這個孩子要說不聽你的話。 嘿,你就要看著我周老師。 哟,她的我接了。 她自我地走過來了。 你很難辦。 因為她有她的我。 我要是她這樣,她不聽。 你不能威脅她。 不能打慢。 可是也並不是不可以威脅,不可以打慢。 這麼一個巧妙的方法,把它交過來。 這是周老師的本事。 這就是昨天所講的。 全到受孽減活了。 她一定也跟我,十月之五。 她跟我,這個孩子,這個學生跟我。 她當時通不正回家老生,我反對這個意見。 她反對著,她跟我反對。 她的思想有,她的理由。 你不能絕對牙齒。 可是她跟我量而非,不對了。 那你跟我對,怎麼交給她。 這是個問題。 是解釋這個年齡。 這兩句解釋清楚了。 中間有內容來了。 她說這跟我貼身帶來。 我昨天講過這個年齡。 我昨天講過這個年齡。 剛才提到過。 我們雖然用外國朋友講的話, 當在後輩,不是前輩。 我跟德克爾講的話。 我思,真我成。 因為我有思想,我成的。 這是德克爾的解釋。 你講德國解釋的,康德的解釋, 講理性。 理性。 理性這個觀念。 理性也是我。 你這個不符合理性, 我這個符合理性。 這個都符合。 譬如我們經常用邏輯上的話。 別人這樣變了, 誒! 你不要走關了。 我這個意見是開關了。 我說你不要來這一套。 我們搞這一套, 都不肯定這一套。 四個人哪裏會開關? 我是開關家? 誒!已經走關了。 是你的走關講自己開關。 沒有個就開自方的, 哪裏有個絕對的開關? 不可能的嘛。 誒! 你只能說我理解釋, 那我接受你的道理。 好疼疼。 你說我很開國呢? 我已經不疼你了。 你祖國太強了。 是吧? 那麼,這個我, 就整個什麼? 思想。 我們這個思想來。 好, 剛才第三次是什麼? 八大騙神。 必正快。 三個內容。 我們寫出來了一個。 你們注意記錄下。 好嗎? 就騙神。 是個五、 一二三說, 五片神。 就是一個, 生命空手裡頭的一個名稱。 就是為石發象, 這一夢熟夢的一個名稱。 怎么叫五天神 我们的思想 我们在婴儿族两胎开始 有个知道 这个知识具毙了五个部分 那个部分 学下 注意 变成意识思想 那么出 受 出是什么 感触 当时讲 我们生命来要 父亲的精神 给母亲的卵脏结合 加上我的灵魂 三样东西 等于这一辈子 牛奶打个鸡蛋 放开白糖 碰入三样东西 牛奶水白糖三样做合吧 他又出 碰入 就有感觉 所以出手两个就带着了 感觉 那么些东西 四个想 独立了 就是灵声的作用 知识 他贴身能够想一样 知道 就是我们讲 我知道 知道这个话 我们打应两张 哎 你懂了 让我知道 是代表两样东西 四个想都明白了 就叫知识 这五样东西 这五样东西是个意识 生命的意识 我 重复起来就是个知识 有五个台阶 注意 他本身是意识 他又出秀 我们也把它简化了 有感觉的 感觉也是知识 在第二个简化 四个想法 他简化了 就是知道 这叫五菲学 所以当一个胎儿 两胎活用以后 两三个月后 这个胎儿在里头 一定有这个作用 他的情况多少是问题 他以前知识 有知识 有感觉 所以我们常常看到 怀仰的妈妈就讲 你看那个 我这个肚子 哎呦 他又在里头踢腿了 哎呦 我又难过 他又翻身了 他有感觉 母亲也有感觉 出事了 他那感觉要转一上 因为在里头 他有他的境界 他在做梦养 我们外面 妈妈就说 哎呦 你看这孩子啊 这肚子在滚啊 即使他在里头算不上 参加奥运 匹克的运动 他都跑过来 他又出秀了 当然他有思想 所以前来他跟讲 胎教 从两胎儿合用就开始教育 教育并不是靠修小 靠家教来 比如有天我们一个老同学 就叫我们一般老同学 他七十岁了 过去几十年学生 给我断绝了这个线 王法 几十年普通联络 一下打听到来 带孩子 然后三个女儿 两个儿子都是留守 都被孽了 成仁了 哟 我说你这个家庭教育蛮好啊 他就听到这些以后 他管理家庭这个教育 所以昨天晚上 我们孩子都大学 不念修士了 很规矩 我说你小子 爸爸打不着 打哦 我说你家教的真好 教的很规矩 这个孩子有思想 所以教育 教育 太教了 完全寄托给小小 这我讲一句很 不应该讲的话 这是宏断的想法 不懂做父母 那小小的帮助了 你不能把孩子寄托给小小 做负责任 你做什么 做父母干什么 是自己教育最重要 这个五片行我们懂了 就是这个知识 生命内容 我要这个五片行